心曠神怡仲夸見未投票已完結 今天表決雖然他落足嘴頭 以千萬以上資金資助相關業界 儘快改裝這些垃圾車 但人家死都不信 你信不信? 他說密封的車進來後 接著他們會沒有臭味? 不! 超人曾經說這裏心曠神怡和 實情是怎樣? 我一年投訴了二十多次 但一隻都不能得到解決 住在這裏四年他 前年發現一些超載的私營垃圾車 晚上十一點對田區刪除之後 將垃圾倒在晉昌街的停車場 這是我們日出康城的第二個 臭味的來源 最慘就是三年來 環保署只檢控過五宗非法棄置廢物 想居民接受擴見 政府絕招 便派兩粒糖給你們 所以當區有一些康樂文化 或者是運輸這些訴求 我們都會很認真、很仔細 用剛才我說的角度來處理 蓋個堆田區便送個泳池給你 但未落水可能已經臭死你了 今次被他擴建成功 我們居民又要不知忍受多幾多年 最田區的臭味 更何況上屆政府說要在屯門 起淵泥焚化爐時 都答應過起暖水池作為補償 現在爐就起好了 遲就不見 問題多多 難怪有居民寧願絕食剃頭 都要抗議 民建聯委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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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民已經表明反對 連保皇黨民建聯都說不支持 所以將軍澳那個 肯定不夠票通過 至於屯門仍然有變數 最後可能只剩下打鼓量 夠票擴建